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说哪一个函数的话 你可以用搜寻的 交过一个技巧 上面不是有搜寻函数的 你可以打一个关键字 比如说我想要取代 看有没有取代相关的 你可以打一个取代 他会告诉你说 取代你可以用哪一些函数 取代 比如说我要把空白给取代成没有 对不对 取代 按一个开始 有没有取代相关的函数呢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会秀出来 有没有这么多个 有没有 那其中的话 第一个就是 其实第一个就可以了 replace也可以了 那subs t2你想说 老师我没用过 其实不用担心 你就按一个确定 按下去之后的话 拆拆看也知道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删除的是 这个好了 然后呢 old old的test是什么 因为我要被取代掉 是一个空格 对不对 那空格特别是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字串 所以请你打一个双一号 空格 双一号 这样子才叫空格 那你要取代成什么呢 取代成没有 没有是什么 两个双一号 就没有了解意思吧 这个有些同学对这个不熟悉 以后VBA撰写也是一样 VBA什么东西取代成没有 没有是空字串 空字串就是两个双一号 OK 那这个后面有个instance number 就是 反正地级组地级组 我想这个应该省略没有关系 所以呢 直接就直接用这个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我第四个参数没有加 结果对不对呢 就是我们要对不对 所以直接怎么样 按一个确定 OK 中华民国 有没有 就直接 那不过你会把它往下填满 当然 这个英文就不ok了 可是中文就ok 所以你trim trim这个函数是用英文 那中文的部分 你可以用substitute 这个函数呢 如果你不知道没关系 用什么方式 刚刚有提过 用这个里面有个什么呢 用这个有个搜寻 搜寻一下 取代 就会有了 所以你将来可以记下关键字 它会给你一些参考 你自己再看一下 所以我们这边教各位是 使用函数的方法 并不是让你去记函数的使用规则 OK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substitute 或者是说如果substitute 可以那replace可不可以 你可以试试看 我这有个跟各位讲没有标准答案 你一定要去try 很多东西是我自己try出来的 没有人告诉我一定要这样做 我是自己去try出来 就像google的那个试算表 google表 但很多东西是我自己去try出来的 没有人教我的 try出来就是你自己的东西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try跟substitute 这个函数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